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在贝壳里面工作的话 其实在外人看来是非常的光鲜亮丽 可能觉得我们在这边工作 可以拿到不错的福利啊 这一类的 我在里面的感受就是 其实无论你在哪里工作 他都有他辛苦的一面 尤其是贝壳在刚建立的时候 建立之前我就已经在为他工作了 亲眼看着这个贝壳是怎么开业成功的 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的辛苦 跟大家同事们一起也是很努力 才能让他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颗珍珠在贝壳里面 就是一直在不停地打磨成长 我觉得在这边工作的话 他迟早有一天会发光的 我叫张曼菲 我在珠海生活26年了 然后现在 其实我在珠海生活那么多年 也有搬过几次家嘛 然后后来就搬到高新区那边 就是楼房比较高 然后环境比较优美的地方 但是那边的话 邻居就比较少 因为它是属于一户一踢的 很多人都可能向往那种大城市 希望可以找那种高新的工作 但是到现在的话 可能因为这个时代工作压力很大 其实人们可能更加向往那种乡村的生活 就是比较休闲 人们也看到珠海的一些进步吧 然后也越来越多人喜欢 就是看一下珠海这个城市 它就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旅游城市 人口基数也在变大 就好像我跟它一起在成长 像市中心他们马路边上的一些车名声啊 轮胎跟马路摩擦产生的那一些声音 我都觉得听起来挺不舒服的 还有一些酒吧里面比较吵闹的那种玩乐的声音 所以如果环境比较吵闹的话 我可能就不是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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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Yang Pioneer 是一个DJ跟制作人 然后现在的话在读大四 是学那个服装设计 我现在今年21 然后在珠海生活了21年 就是也是可以看到珠海在明显的进步的 跟我自己一样 就是从小的话 也是慢慢找到自己的爱好 然后也跟着爱好去先发展日后的工作 其实现在的话就是都以00后为主 然后其实我觉得年轻人是有一定的力量 去支撑整个珠海日后的 不管是文化还是任何东西 然后年轻人潜力也非常多 不管是音乐还是艺术方面 我相信就是00后的青年 是会在珠海有一定的力量去支撑起来 然后我是一个90后的一个人吧 但是我个人还感觉自己比较年轻 我也可以尽一份力去支撑整个在珠海的音乐 在繁忙的时候会有许多的汽车的喇叭声 还有工地的钻地的声音 其实我是个人是非常讨厌这种声音 我偏向于一种就是人越少越好 然后可以回归自然的感觉 我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海 还有下雨的声音 因为海整体会让人觉得平静 我很喜欢音乐 平时也经常听音乐 但是自从我来这边工作之后就经常接触到一些什么交响音乐 或者是一些轻音乐 还有四重奏三重奏这些 纯音乐可以就是听起来的话 能够让我的心情平静下来 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当中 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当中 我觉得我在珠海的话 有两种声音是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一种就是海浪的声音 可能是因为我家住在海边 然后而且它也是沿海城市 每当我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 就有一种宁静至远的那种感觉 可以完全地放空自己 自己的心胸也会感觉比较宽广吧 像有什么心事啊 就很容易就会突然间就豁然开朗 珠海其实在这二十年来发展挺快 然后以前的话就是一个小的沿海城市 不要乡村不要像渔村一样 然后这十几年发展的话 最快的话可能是道路 还有各方面建设 最后的沿海 大小的沿海 最后发展的下渐 在这村子上 始冲的地方 最后发展的追踪 最后发展的地方 最后发展的地方 另外一种声音就是一些 比如说像小鸟啊 小动物的一些声音 因为珠海的话 其实它绿化做得挺好的 然后其实像我们珠海 小鸟啊这种动物应该也挺多 每次听到这种声音 我就觉得自己是 生在大自然当中 就是与大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 其实在珠海这个城市 它既有喧嚣 也有宁静的声音 那么人们 它可以在这两个点做一个结合 然后去适应这个城市 城市也适应人们 珠海它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建议至今只有四十周年 那么我认为呢 我们珠海在将来 在将来应该会有很大的发展 会有更多更优美的声音 我们在这边倾听就可以 我认为了 在这边都没有一个大小的城市 有很多人的城市 所以我们在这边 都没有了 我们在这边 都没有了 我们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